美国的恶劣天气频传在堪夏斯州密舒里州在13号降下了棒球大小的冰雹 造成了房屋车辆的毁损 交通也一度大乱 另外美国中西部则遭遇了龙卷风的侵袭 肯塔基州 印第安纳州以及伊利诺州都传出灾情 而在美西的科罗拉多州则是暴雪连连 10万用户无电可用 丹佛国际机场取消了800多架的航班 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 屋顶被重物击中 乒乒乓乓作响 让人听得胆战心惊 仔细一看不得了 这冰雹跟棒球一样大 汽车引擎盖上凹洞清晰可见 挡风玻璃也被砸碎 Oh my god 我摔摔车哦 美国堪萨斯州跟密苏里州 13号下起被形容为大猩猩等级的巨大冰雹 多辆汽车在公路上受损 交通大乱 气象单位更是警告民众远离窗户不要出门 除了冰雹外 龙卷风也来搅局 轮车四轮朝天 电线杆横躺路面 木造建筑被吹得支离破碎 只剩下地基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这场龙卷风横扫肯塔基州 印第亚那州跟伊利诺州 房屋损毁 断电灾情频传 另外 科罗拉多州则是惨遭暴雪袭击 山区降雪达1.2公尺 热坏了滑雪客 却也导致10万人无电可用 但否国际机场取消800多架航班 民众的生活也乱了套 邱凯文编译